香港2020召集人陳方安生 說未來日子會嘗試聯絡不同政黨和團體 商討如何合作爭取真普選 並且改善現時的方案 我們會繼續 特別是和志同道合提出較為溫和的方案 沒有包含公民提名 但是達到最基本的目標 就是真真正正有套真正的普選方案 我們以往都指出 基本的要求是什麼呢 就是低門檻 沒有篩選的機制 不能夠要求全票制 未聞到泛民近日出現分歧的時候 陳方安生說任何組織要有效運作 成員都要有共同目標 並且守紀律守承諾 不是就會被人分裂的感覺 他又說各個政黨在佔中商討日投票之後 應該考慮日後是否繼續有合作空間 旁邊的方法 要求你 隨意 取得 我們